地球沦为沙漠星球,土地和水变成稀有资源 根据新闻,刚刚又有一场龙卷风席卷欧洲,让50万人沦为难民 美国那边也不好过呀,恋恋大旱,没下一滴雨 至少6000万美国人挣扎在生死边缘,这就是2065年的世界 嗨,大家好,我是科幻迷不满 今天为大家介绍一部科幻新片《敌人》 这部电影怎么说呢,男女主角演技都很好 而且,而且很多空净土有科幻末日感 但是吧,她的故事有点单薄,剧情量约等于一级黑镜 那我就把它压缩一下,大家看看怎么样 女主角叫亨利,美丽的丽,和丈夫生活在美国的中西布沙漠里 这天半夜,一道绿光金星丈夫,一个叫特伦斯的男人不请自来 夫妻俩都不认识她,但注意,亨利和她视线交汇时表情微妙 特伦斯自称是拓空项目负责人,拓空你不会不知道吧,请看微信二 地球即将毁灭,人类打造巨型空间站,准备把她当新甲源 政府于是搞了个拓空计划,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行动 会挑选大批高质量人类送到太空 如今亨利丈夫就被选中了,要先上天培训 丈夫一点也不想抛弃亨利,但这不是招募,而是征兆 不想去也得去 好消息是呢,从初选到上天有很长的流程要走,大概要几年 特伦斯这次上门只是吹吹风,让他们有心理准备 特伦斯走后,夫妻俩的心态有微妙变化 他们结婚七年,在各种意义上经历着七年之痒 彼此有些疏远,但由于未来随时会分别 他们又开始珍惜彼此,逃生依旧了 一年过去,又一场史无前例的沙尘暴戏捐美国 说来会起,这股邪风把特伦斯也给吹过来 还带来个坏消息,从今天起,他要入住亨利家 亨利夫妇当场炸锚,特伦斯解释说 拓空已经决定了,几周后丈夫就要上天 这之前得观测丈夫记录体征什么的 他住进来就是为了干这些,这也是强制的 特伦斯这个电动炮的存在,反而促进了夫妻感情 平时丈夫有时间秀恩爱,天不秀 如今他很难甩掉特伦斯,所以一有机会就跟亨利激情 他甚至矿工跑到了亨利干活的地方 当着众脸贴脸说些脸红的情话 以前丈夫讨厌钢琴,不许亨利弹,现在反而依偎着听 他们开始期盼旱灾后的第一场大雨 也开始幻想离开这里建立新生活 这样浪漫的情绪已经七年没有过了 这个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 亨利发现家里出现一只大甲虫,吓得头疼 丈夫过来处理,却跟虫子打招呼 亲切叫他小家伙 亨利有点意外,丈夫啥时候这么有爱心哦 这天晚上夫妻俩吃饭时 特伦斯又主动上桌,分享个新消息 脱空计划也明白,把丈夫送上天 把亨利留地求是棒胆鸳鸯 所以他们有补偿计划 那就是想法替代丈夫 夫妻俩听到这儿又扎毛了 特伦斯笑笑,他不是要另找个男人插足 而是留下丈夫的复制品 让这个复制品陪伴亨利 这是最前因科技,由人体组织 走意识,身体和声音都跟丈夫一样 具体啥样呢,见过就知道了 特伦斯留在这儿就是为了记录丈夫的日常细节 这样做出复制品才更逼真嘛 当然,这仍然是强制的 这叫什么事啊 亨利忍不住给了特伦斯一巴掌 他感觉到痛快,却有欲酷无泪 因为他的反抗也只能到这种程度了 敢说不说哈 特伦斯不愧是专业的 为人出身能力真的挺强 他虽然不受待见 但硬是用几周时间融入夫妻俩的生活 关系还出得挺好 问题也就出在这儿 他跟亨利的关系太好了 他俩永远都有话聊 有时走心,有时说笑 丈夫处在旁边像个外人心生粗意 他偷偷要求亨利 不许再跟特伦斯单独聊天 但没用 丈夫第一次遭遇这么大感情挫折 心态直接崩了 他又哭又笑 打墙泄愤 又抱着亨利哭 这副样子说实话 有点不像正常成年人 亨利看得心疼 好好安抚他 但这只能掩盖矛盾并没有根除 第二天亨利不在家 丈夫瞥见自家林子里 藏着一群可野黑衣人 在这个末世里 谁知道他们安得什么心呢 丈夫是真不客气 临抢救他 黑衣人分头逃上三艘飞船 掠过他头顶 从这份高科技来看 他们应该是脱空的人 这就更加可恨 丈夫边骂边开枪 不脑勺却被黑衣人偷袭 对方往他搏后 安上个发光装置 扬成而去 这个东西作用不明 但从后来推测 应该是某种强制昏睡装置 目前还没生效 丈夫气横横回家 发现亨利已经先回来 又跟特伦斯谈心呢 表面上特伦斯是为了工作 在跟亨利做访谈 可他谈的全是感情问题 亨利倾诉的 那叫一个感性啊 丈夫忍住嫉妒 继续投听 亨利说 他其实并不想被困在这 一直渴望探索外面的世界 只是没有勇气 当他有了这份勇气后 为留下一份空白字条 头也不会离开 丈夫心如刀割 特伦斯却还在引诱亨利 说你要真想离开 我愿意帮忙 够了 丈夫破门而入 他是明白了 什么收集数据都是骗人的 特伦斯分明是看上亨利 想趁自己不在家 把他拐走 要不是亨利在场 丈夫真要杀人了 亨利眼看要出事 一把抱住他 看似要亲他 实则是把手伸到后脖子 让他强行昏睡 等到丈夫醒来 家里挤满黑衣人 眼前还有个 和自己一模一样的男人 两位丈夫看见彼此 都倒吸一口凉气 特伦斯主持局面说 其实我们一直熟悉的 这位丈夫是复制人 新来的这位才是本体 刚从太空回来 从头到尾 一切都是特伦斯 跟亨利演的戏 专门骗复制人 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测试他的真实能力 只是谁都没想到 亨利居然在这个过程中 爱上了复制人 复制人怒斥胡说八道 他仍认为自己才是本体 特伦斯一定是 袭击自己家 绑架了亨利 特伦斯只好继续讲解 其实丈夫的本体 早就被拖空选中 而且一年前就去了空间站 复制人就是在那时被启动的 还记得电影开头 一道绿光进行了他嘛 那就是一种能唤醒复制人的光 特伦在本体上天前 特意跟他做了几个月访谈 记录下完整记忆 然后植入复制人大脑 所以复制人才对一切深信不疑 如今本体回家 复制人必须处理掉 他手脚都被绑住 还想着要保护亨利呢 亨利心疼如脚 用身体保护复制人 大马脱空的人 这副动情的样子 让丈夫本体都很嫉妒 特伦斯给复制人 剥光衣服 打上药物强行催眠 他认为这一页足以赞入史册 很感谢复制人呈现出完美的人心 可对复制人来说 这一天就是世界末日 他和亨利约号的梦想 永远无法实现 他的人生被强行毁灭 这天晚上十分难熬 亨利痛哭 特伦斯侧疑 丈夫十分吃醋 脱空的科研人员 开始庆祝实验成功 复制人则被打包装袋 像没用的娃娃一样被处理掉 就这样 亨利的生活重回日常 要跟丈夫本体继续过日子 本体跟复制人也差不了多少 对吧 他一开始真这么想的 可他发现自己看着本体 心里想的却全是复制人 他只想痛哭一场 试着滚床单也没兴致 丈夫本体非常不满 指责亨利这是不忠 婚内出轨 他便解说 爱复制人不算出轨 复制人也是丈夫 这是一个伦理问题 争来争去 只能整个隆龄 夫妻俩欢而散 经过夜宇段相处后 亨利发现自己 越爱复制人 就越讨厌丈夫本体 以前亨利和丈夫的感情 之所以不合 是因为他追求自主 而丈夫本人却控制极强 前这儿呢 复制人经过磨合 开始尊重亨利意愿 令人因此有了爱情 可丈夫本体呢 还是那个极端守旧的控制狂 令人窒息 他认为老巫是祖辈遗产 所以他要骄傲继承 永远住在这儿 他认为钢琴难听 所以把亨利的琴 放在地下室 禁止再谈 持续多年的旱灾 终于结束 天降大雨 亨利陷入狂喜 他却觉得亨利不成剔头 过去七年 亨利一直在忍受这些 但现在不能了 因为他体验过 与夫之人的爱情 已经见过光明 他终于有了决裂的勇气 捞毁心爱的钢琴 并留下一封空白字条 头也不回 丈夫本体慌了 四处跑遍也没找回踪影 扑到桌上 呜呜痛哭 夜幕降临 又一道绿光打进室内 丈夫本体从梦中惊醒 不敢相信自己眼睛 他的亨利宝贝居然回来了 这个亨利非但没有一丝怒意 还要继续享受当下生活 他坐姿端庄 温良公俭 三丛四德 热人摆布 完全是丈夫本体梦寐以求的样子 不过他也有个不对劲的地方 后来呢 他发现一只大甲虫 竟然跟虫子打招呼 还亲切叫他小家伙 说自己从没见过这五种 其实以前亨利和副制人丈夫 就见过这个虫子 当时亨利很害怕 而副制人丈夫有爱心 惯虫子叫小家伙 如今这个亨利非但不怕 而且也变得有爱心 还说没见过这个虫子 说明他也是副制人 这就能解释 他为啥性格变得这么违顺了 另一个佐证是他出现时呢 屋里出现了刺眼的绿光 这下证据确凿了吧 至于他是啥时候被复制的 电影觉得不重要就没有说 估计不是特伦斯帮忙 就是丈夫本体自己看的 不其实我更倾向于是特伦斯帮的忙 因为他之前和亨利大聊特聊 应该了解了很多他的细节 并且他还说过 如果你真的想离开 我愿意帮忙 不过也无所谓了 反正感觉这个丈夫本体 也不是很在乎亨利是不是本体 只要顺心听话就很满意 电影结尾 丈夫本体跟亨利的副制人轻轻吻吻吻 亨利的本体则坐上飞机 去探索新世界 他已经失去爱情 绝不能再失去自我 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竟然有点完美解决的意思 那你感觉如何呢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科幻fans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